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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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蓉兒叫了她不要找 哪兒找得到 阿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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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師父, 一筆布那麼長 對了, 師父, 蓉兒呢 那個傻女 師父, 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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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沒有死, 我有沒有做夢 我真的沒有死, 你沒有做夢 蓉兒 蓉兒 蓉兒, 現在無論怎樣都要一起 不再分開 我們永遠都要一起 你們兩個就告別從門廣如格勢 不用管師父了 師父 蓉兒, 你叫甚麼 師父 好嗎? 告訴你, 七公把我收成為徒弟 以後我又去蓉兒哥哥蓉兒 又去蓉兒哥哥小師妹 是呀, 以後你們師兄師妹 要相親相愛才行 阿靖, 那個老毒物 他不是跟你一起去大船那裡 他有沒有死?他 好乞丐, 你還沒有死 我又怎麼敢這麼快就死 老毒物, 想不到在這裡會碰到你 想不到 那黑兒呢?他在哪兒? 你那個小毒物, 死了 不法 他死了?他怎麼死的? 他... 不怕老實告訴你 他是被那支打狗棒打死的 不錯, 你這個兒子是我打死的 怎麼樣? 就憑... 你 你不信嗎? 不信就算了 就憑我一個 當然沒那麼容易殺到這個兒子 歐陽克 不怕告訴你 我們師父無意之中發現到這千年巨龐 又被我們找到幾顆千年黑珍珠 師父吃了之後呢 不單是劇毒盡解人 而且武功還恢復得七七八八千 真的嗎?師父, 這樣就好了 老乞兒 你真是這麼幸運 這麼快就可以恢復七八成功力 昨天就七七八八了 今天八八九九了 老毒物, 你不如回去練好九陰真經 以這今時今日的功力 絕對不是我們的對手 是啊 你說得對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今天我就放過你們 歐陽世伯, 你又不稱得上甚麼君子 可是總算適時務 你說得沒錯, 我的確不是君子 師父 你怎麼樣 我沒事 一次變之龍要鳳 你以為我歐陽鋒看不出老乞兒你 早已變成廢人嗎 老毒物 我師父三番四次救你 你一次又一次偷窄他 你要不要免假 我甚麼也不要 我黑兒死了, 我要你的陪葬 打狗盼飯 沒錯, 我這個打狗盼飯是專門惡狗和兵狗的 混帳 蓉兒好爺 我先殺了這個小子 阿靖, 小心會下武風 阿靖 阿靖 師父哥, 你沒事吧 阿靖 阿靖, 你死期到了 火毒物, 你要殺就殺 我現在苦落平陽 好, 我就送你去見客 住手, 你的侄子根本還沒死 你說甚麼 如果你殺了我師父的話 你這輩子這輩子都看不見你的侄子 那邊 客字 客人 阿靖 阿靖 怎麼會弄成這樣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不是問他為甚麼會弄成這樣 是想辦法, 怎麼才能救他出來 老都蠻, 你聽我說 舊石這麼大舊 你一個人哪會推他動的 不行 多兩個人, 或者可以呢 你別遇到我 靖哥哥, 你別這麼衝回我的手 如果你們不想我殺死你們師父 就過來幫忙 對了, 蓉兒, 救人要緊 我們過去幫忙 快點過來 又好, 看在我師父墳上 靖哥哥, 待會兒你趁著老動物 用力推到大石的時候 你要韓龍十八掌在他背後打死他 怎麼行 你背後暗算人, 太卑鄙了 那個三萬四千暗算師父 我們只是以其人之道 還折其人之身 對了, 可是這樣做始終不太對 靖哥哥 你們兩個還在這兒暗暗沉沉 快點過來幫忙 來吧 蓉兒, 救人要緊 去救歐陽克再說 我叫一、二、三的時候 大家用力推 一、二、三 一、二、三 小動物醒了 嚇人 嚇人 嚇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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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蘇, 我好多了, 你救我 你放心, 阿蘇一定會想辦法的 你首先平息靜氣, 護住心靜 別想得了, 知道嗎 再過來, 推過 你自己剛才也知道 夠大石這麼重 根本我們三個人都推不動 我說你們剛才根本沒有罪全力 你都打橫來講 好, 你儘管殺了我們 我們冷著一起死 你, 你冷靜點 夠大石這麼大 就算他們出盡全力 都未必能動得到夠石 難道由得我客人 你用大石頭給你為止 那就要怪你自己救油自取了 誰叫你打掃我師父 要不然加上我師父功力 也許可以救歐陽克 甚麼? 正所謂天無諸人之流 一定要想到辦法的 現在這麼肚子 就算有靈也洗不出 所以首先想辦法治好肚子才用 是呀... 蓬佩哥, 這個藥果很甜的 你試試看 你們吃完了嗎? 吃完的就去救我黑鹽 救你的黑鹽也行 可是我們要弱化三張 你這個丫頭又想玩甚麼把戲 第一, 救了你這個侄之後 你就不能再立壞心場加上我們 蓬兒, 這層你可以放心 老毒物和他的侄兩個都不懂水性的 如果想離開這個荒島的話 唯有靠你和阿靖兩個了 所以他不會立壞心場的老毒物 那好吧, 在這個島我不殺你們 不過離開這個島之後就很難說 你放心, 到時候你不找我們 我們也要找你算帳 那就看你有沒有本事了 第二, 我爹已經把我許配給靖哥哥 你們倆叔侄不可以再次次前辭我 再這樣的話, 你倆就豈舊不如 第三呢? 第三, 我們不是神仙 如果我們還是救不了歐陽克的 你不可以再加害我們了 不行 如果救不了我克兒的 我就殺了你們三個 克兒 你不怕, 有叔叔在這裡 叔叔, 你救我 糟了, 水越來越深了 這個小動物就算不讓大石摘死也被水浸死 你還在這裡?快點想想 我幹甚麼 他咬著, 呼吸著 咬著 咬著 那, 接著怎麼樣 水越來越深, 我們今晚也救不了 難道又讓我克兒就這樣躲在這裡 你放心吧, 他只要咬著芦苇 他就可以呼吸到, 不會有失處 我們還是走吧 好 難道歐陽鋒為人這麼陰險 但是對他兒子也不錯 據江湖傳聞 他們兩個不是兩叔宅這麼簡單 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 空與來風就未必無因 難道我倆是父子 我也是聽回來的 聽說, 歐陽鋒是歐陽鋒和大嫂師通 所生出來的師生子 如果是真的, 歐陽鋒的身世都很可憐 蓉兒, 你想不想辦法救他 沒有 你這麼聰明也想不到 不是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 幫他老動物救歐陽鋒 他雖然這麼壞, 我也讓他早點死 克爾 克爾 現在潮水都退了 你暫時不會有危險 你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肚子餓 先吃個野果 我不吃 不吃東西會餓死的 你會以為我死的事 被石砍住 我吃虧我死 你死 我捱不住 你不如一掌打死我 不要 你怎麼可以這麼沒骨氣說這種話 這十幾年, 我怎麼教你的 我對他, 我對他 我對他 你怎麼會搞成這樣 你怎麼會搞成這樣 是不是那個丫頭害成你這樣 阿叔, 你關我妹妹的事 你關我自己不小心 你關她的事 你放心, 我亂著好 阿叔都會想辦法救你出來的 都是阿靖的傻子好 好不好記心 說睡就睡, 而且睡都比死他 你不停 玉兒呢 來 蓉兒 蓉兒, 這麼早去哪裡 我還睡不著, 想要做些事情 睡不著 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呢 我在想三件事 但想來想, 都想不通 三件事 第一件呢, 不想也算了 至於第二第三件呢, 確實有點頭痛 師父, 我想那些你也知道 我猜都猜到了 第一件事, 當然想怎麼治好恐惡的傷 這個方道無醫無藥, 唯有聽天有名 當然了, 至於第二第三件呢 當然想著怎麼對付歐陽鋒 還有怎麼回到中聯 師父, 你真是鳥事如神 容易想什麼你也知道了 就算知道有什麼用 連師父我也沒辦法 其實目前最迫切的呢 就是想個辦法 如果歐陽鋒不會再加害我們 歐陽鋒這個人, 武功小 是, 所以對付他呢 只能自取, 不能力敵 不過幸好這個人呢, 平時是自負到極 擔心那些人呢, 很容易上當的 是, 要他上當就是容易 但是有什麼辦法令他不反擊呢 這下就難了 就算上次靖哥哥啦 我啊, 叫他撐住歐陽鋒 推動他大男性的時候 一掌打死他嘛 死也不怕 阿靖這個人呢, 擇身人好 光明磊落, 這些事他當然不會做的啦 我說他啊, 死牛一邊頸是真的 剛才你說什麼頸 我跟師父說你死牛一邊頸 你們快給我滾出來 你滾出來 你滾出來 你一早流流大呼小叫, 擾人清蒙, 算甚麼 你們三個聽著 我想到辦法, 可以救我侄兒了 首師, 我要黃蓉你幫我削多些樹皮 記住, 我要最堅韌的種子 老乞兒, 你就把樹皮織成幼繩 再由休繩, 即成粗繩 郭靖, 我要你不一起劈樹 我用粗的樹幹 來造成一個巨型的搞法 我們一會兒 你用這棵大樹來對付 擲著我黑兒的大石頭 想不到讓歐陽世伯你想到這樣的方法 你操心吧 當然 阿靖, 為甚麼你還像傻子一樣 你不明白歐陽鋒他們在搞甚麼嗎 我真的不太明白 靖哥哥,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首先我們把巨型絞盤的散件 有這麼穩定綁到這麼穩定一棵樹幹上 然後大嵐的另一頭就綁著 摺著歐陽黑的大石 然後大嵐的另一邊就綁在巨型絞盤上 最後我們四個就合力推動的巨型絞盤 摺著歐陽黑的大嵐石 就有可能讓我們搞起來了 錯, 不可能, 一定可以 那我又不明白了 為甚麼我們曾經合力推過的大嵐石 又推不動 現在買個絞盤之後又推得動呢 這叫借力 是利用這個絞盤 就可以把一個人的力量變成五個人的力量 沒錯, 除了老乞丐我們有三個人 只要我們借助這個巨型絞盤 就等於有十五個人的力量 我明白了, 三個人就是推不動 現在十五個人的力量 一定能推得動 希望 你說甚麼, 丫頭 難道我想了整晚的方法 對付不了那個大嵐石 老乞丐 一會兒我們拉起這個大嵐石的時候 你就把我拖出來吧 別這麼囉嗦, 你顧好這裡 我們預備推 快點推 一、二、三 一、二、三 繼續, 補填 三 老乞丐, 你還不把我拖出來 不行, 古舊石還沒用 我…大力點, 你們 用力推一下你們兩個 甚麼力量都用, 用力 這塊藍色太重了 我拖不出我拖出來 我就殺一殺你們 推呀 來呀 來呀 小二 你走開 小二…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不如這樣吧 我們拖一條大嵐, 再積多一條 兩條繞過去, 再拉那塊大石 沒用的, 石頭太重了 那倒是 如果石頭輕一點的話 走 你走 你走 走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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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怎麼樣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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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殺了我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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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哥, 我告訴你 你殺了我, 你殺了我 霍哥, 殺了你 就算把你的腳砍下來 熟得下不了手 霍哥 我知道你一直在想甚麼 你想去黃無為妻嗎? 霍哥, 你死了之後 我就殺了黃無為妻 就算你們 生不能同身 死, 總算可以同如 叔叔 謝謝你 霍哥, 你休息一下 你死了之後 就不過頭了 剛才我們已經出盡了 九牛二虎子你抓個絞盤了 但是也搞不起來 我看歐陽克也是狗死一心了 我早就說老毒物的方法 走不通了, 她不相信我 蓉兒, 你猜歐陽克 會不會注定死在這個方道上 也該他 誰叫他整天立壞心臟 想害師父 雖然是這樣 可是剛才我看見老毒物的樣子 也有點於心不忍 要不是老毒物這麼惡毒 我還有一個辦法可以救到他的侄子 你還有辦法 你們通通跟我走出來 老毒物, 你又在這兒吵甚麼 我說過, 如果救不了我克兒 我就要殺了你們三個 老毒物, 你有沒有人性 我們三番四次幫你救你的侄兒 現在你居然恩張仇報 靖子, 別再說了 老毒物這份人是習慣了恩張仇報的 我說恩張仇報又怎麼樣 被我克兒死的 我就要你們陪葬 他們真的想令歐陽克死的 不管出手殺了我們 丫頭,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沒甚麼意思 我是說歐陽克本來不用死的 可是可惜, 你要他死 他就真的沒命了 你說我克兒還有性心機 本來有的 但現在我要死的嘛 你一樣沒命 我發誓... 我絕對不會傷害你們三個 丫頭, 到底還有甚麼辦法 辦法呢, 很簡單 我們再用一個巨型狡盤 大藍就可以再搞起一個大藍石 廢話, 如果這樣也是辦法 我早就能救我克兒了 對了, 蓉兒 合我們三人之力 根本沒辦法搞起一個大藍石 靖哥哥, 上次不行 這次不會的 不過我要到日落時分 才救我陽克 難道那時候有人來幫忙 都可以這麼說的 好, 丫頭, 我又看你還有甚麼辦法 蓉兒, 現在已經這麼晚了 為甚麼還沒有人來 有人來?甚麼人來 你不是說過 會有人來救歐陽克嗎 你也以為真的會有人來幫忙 你騙歐陽楓嗎 我哪有騙他 他自己自作聰明而已 是嗎? 蓉兒, 如果沒有人來 我們怎麼救歐陽克 總之呢, 等今晚潮水漲 我會有辦法 靖哥哥, 你看那邊的背殼去撿 來吧 靖哥哥, 我幫你梳頭 你的頭都掉了 好 靖哥哥, 如果真的要把我龍楓的兩天吃 趕走, 你說挺好 那我們三個人就可以快快樂樂樂 收藏在這個島上 在島上生活? 嗯 是 只不過, 我只顧著我娘和陸海師傅 那我就只顧著我爹了 那就是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離開這個島才行 嗯 行了 行了 嗯 蓉兒, 你知道嗎 剛才你和我梳頭的樣子很像我娘 是嗎?那你還不叫我娘 我不叫, 你又不是我娘 你叫不叫? 靖哥哥, 你說我很稀罕 明天啊, 明天啊 明天啊, 我的子女一定叫我娘 那倒是, 你的子女一定叫你娘 靖哥哥, 你知不知道怎樣才有子女 當兩個人成為了夫妻之後呢 就自然會有子女 唉, 我就知道兩個人成為了夫妻之後 有子女, 但怎樣才有 嗯 我問過爹了, 爹說我從小時候爆出來 我怎麼也不相信 真的嗎 靖哥哥, 你生女的事 遲些你們自然會知道了 怎麼會這樣呢?偷聽人家說話 我真的沒空偷聽你說這種話 我來通知你們 現在時辰也不早, 你們去得救黑兒吧 老頭, 你不是說過日落之後有人來嗎 現在是人嗎 拜託你用一下腦子 這是荒島, 怎麼會有人呢 爸爸, 你... 靖哥哥, 你一個人呢 可以舉起多少斤的大石 我想是四百斤吧 四百斤 那就是說, 如果是大石有六百斤 你也舉不起吧 那我當然舉不起 那如果在水裡面呢 我明白了, 蓉兒 你的意思是說你用水的浮力 就減輕他打死的重量 沒錯, 到時候我們再合力推動這個巨型狡判 那大石就自然被我們拉著動了 是呀 你真是不愧是東邪王藥師的女兒 果然聰明絕頂 幹甚麼 老頭, 現在動手了嗎 想救你的手就快動手了 全身強辣 是呀 全身強辣 我一會兒要養傷, 你一定要出去 那我師父怎麼樣? 我管他怎麼樣 就算是玉皇帶低, 也要出去 你... 算了, 阿靖 老杜物這個人 又不是第一次恩將受報的 別多說了 還有, 馬上給我們準備食物 甚麼? 我... 真明白 別想在食物裡搞鬼 阿靖, 小心你們三個命才好 你放心吧, 我們不夠你們打 一定聽聽話話的 這裡風涼水冷 真是好過躲在山洞裡多多聲 山洞是比野獸住的就真的 羊肉燒得這麼香 要分給歐陽鋒他們吃真的不值得 靖哥哥, 你想報仇 很容易你淋點料 去他們的食物裡就行了 是呀...我們加重點料 讓他們兩宿一攤 這樣不行的, 他們不會上當的 你放心吧 我有辦法他們一定會上當 這樣啊 還是不行的 為甚麼不行 我剛剛想完茅廁, 我沒有了 傻子, 你不要嘛 我老黑衣有嘛 讓我把黑衣料給他們兩宿一攤 吃東西準備好了嗎 就行了 蓉兒怎麼辦, 師父還沒出來 先給你手上的那一隻 這隻, 這隻乾淨的 就是乾淨的才給他 為甚麼 來 吃東西 來 只有這隻, 那些還沒熟 拿來給我 靖哥哥, 給他吧 來 另外那隻呢 另外那隻在這裡 蓉兒很香 是呀, 很香 為你手拿著那隻 哪兒可以的 是呀, 有兩隻 這隻還沒熟, 分給我們吃 甚麼不行, 說得就得 老動物 我真的沒那麼容易, 上你們當 老動物 老動物, 慢慢賣那些老黑衣料 蓉兒, 為甚麼你這麼聰明 知道老動物一定會患有療的那隻 這些就叫做實則虛之 虛則實之嘛 老動物以小人之心度我們 認為我們一定會在那些食物下手腳 越小心就越容易上當 不過呢, 我們剛才也挺危險的 為甚麼 若然老毒物不悶的話 我們還要探師父的料 阿靖, 你真是傻的 沒人逼你吃有療姑姑的 靖哥哥, 我們還有半截未熟 快要吃了 還要吃了 你這個丫頭做甚麼 那些手勢也有關係 這羊比咸得利又多特別 好吃 阿靖, 你養傷期間 要吃多一點 謝謝阿靖 我去服侍你的兒子 不錯 現在我侄兒行動不便 當然要有人斟茶遞水 老動物, 你別欺人太甚 算了, 靖哥哥 現在我們也要看人不認識做人 好, 看你的寶貝就死了沒有 蓉兒 還有你, 小子 今天日落之前 你最少要砍五十棵大樹 如果少了一棵就打斷你的腳 少了兩棵就打斷你的傷, 知道嗎 阿靖 阿靖 航龍十八掌雖然是力道高猛 但是你也最損耐力的 你這樣連續打了兩個時辰 很容易內傷的 師父, 如果我砍不夠五十棵的話 歐陽鋒就有藉口打斷我的雙腳 到時候你跟蓉兒就... 你這樣委辜求存, 不是長遠之計 最少周大哥被歐陽鋒害死了 要不是以周大哥的武功 一定可以對付到老毒物 師父, 周大哥曾經教過我 九陰真經裡面的經文 我已經背熟了 你說, 如果你教我和蓉兒 日夜苦練九陰真經裡面的武功 我們可不可以對付到老毒物 要想打贏老毒物, 探何容易 但是呢, 他武功高的 你沒有三五七年的時間 你也不用想了 難道我們真的在這兒等死嗎 那當然不是啦 說不定九陰真經裡面 有些促成的武功呢 你知古佩的, 聽聽聽 天之道, 損有如如, 補不足 天之道, 天之道 今天麻煩你了 傻了, 現在成功, 多多我 你千萬不要讓我叔叔知道 否則他一定會殺了你 你不恨我嗎 讓我寫黃妹妹的手上 我告知她 對了, 昨晚借人給你遇到嗎 好吃的, 是不是親手燒的 是我師父炮製的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我將來叫師父多煮一點給你吃 對了, 老闆你 老闆, 我們很樂意 你跟我出去 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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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留在這裡服侍你的侄子嗎 我相信你不過, 還不走 是你叔叔不讓我去陪你 要怪就怪你叔叔 師父, 你真厲害 你這樣練法, 不出三個月 你的武功一定會恢復 救恩真經的武功真厲害 我以為我的功力這輩子都不會恢復 想不到練了之後, 竟然奇蹟出現 靖, 我們試幾招 師父 靖, 你沒事吧 師父, 你怎麼這麼重手 原來師父和靖哥哥過招 全部都是做出來給老動物看的 當然了, 我受傷這麼重 哪有這麼快就好起來呢 是啊, 那棵大樹呢 其實我們自己一早就定了 還有, 師父打我一掌呢 我自己逐漲下跌了 那老動物看起來呢 就以為師父的功力恢復了 本來呢, 以老動物的眼光 沒理由看不出來的 可是他閉在一心堅信 這個九恩真經裡面的武功絕學 所以就信以為真了 大師父, 我剛才看你和靖哥哥過招的時候 你的身形和步法真的輕盈很多 那這一層呢 真是拜九恩真經所持 我聽靖背經文的時候 其中有幾句就說 願通定為, 體用相收 即凍而靜, 須應而靈 我細心想一想 當時茅膝頓開 我自從受傷之後呢 一直都運氣調色 但是忘了自己練一門外加功夫 越是多活動的話 反而對身體越好 那說法, 如果師父你多動一點的話 那你的功力豈不是很容易恢復了嗎 本來就是了 可惜知道太遲了 我想我也沒辦法恢復以前的功力了 那師父你... 那就沒所謂 能夠騙得到老毒物 已經是一個天大的收穫了 我想現在老毒物 一定在山洞裡 抱著那本九恩真經當寶了 我剛剛說在山洞裡 我要找到飛河 他都不會再行 然後再度過不再寶寶 那你又想到ifty 剛才說到過不久 他這樣子 對方說到天洞裡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醫院了幾天就這樣上席 怎麼年紀也不算有進步 你怎麼搞的 九陰真經果然名不虛傳 難怪這麼多英雄好漢 為了他連命都不要 對了, 你們的翼根斷骨片 練得七七八八了 師父, 那我們甚麼時候 可以對付歐陽鋒 想對付老毒物, 還沒得住 那我們... 看著老毒物 練九陰真經的時候 我們利用這個環境 砍竹子下來做個木伐 你們真是知道我心意了 拼好竹子, 我做木伐 你們聽著 我限你們三日之內 造成木伐 要不然就別怪我不客氣 好, 從現在開始 老乞兒就負責在岩洞服侍我和客人 如果你們兩個 出甚麼鼓掛的 老乞兒就這麼大 蓉兒, 這隻木伐 都教我們五個人坐的了 我怕老毒物沒那麼大方 肯和我們一起走 他不會這麼壞吧 你也不是沒試過 靈雅去那些毒辣的東西嗎 沒辦法了, 現在師父又在手上 我們唯有劍步行步 蓉兒, 你插緊一點 行了 等我送一隻漂亮的木伐 給老毒物兩叔就坐吧 炸完木伐之後 你們就準備涼水 越多越好之物 你們倆還在幹甚麼 趕快抬我快抬出來 蓉兒, 我們快點叫師父來吧 不必了, 我這隻木伐 沒有遇到你們三師徒 甚麼 總之你們喜歡的 可以扎過另一隻木伐離開這裡 我不喜歡的 可以留在這個島上 過了下半世的 靈雲鋒, 這隻木伐 是我和蓉兒辛苦苦責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 為甚麼不可以 我只是答應你們 在這個島上不殺你們 從來沒想過 要和你們一起離開 你... 靈雅哥, 開發男氣暖暖肚吧 跟這些公文人講道理 才行的 都是這個丫頭明白事理 再見了 小心 小心 真的不值得 這木伐摘得這麼辛苦 就被他坐走了 算了, 靈雅哥 我們再戴另一隻 看你靈雅肚可以去多遠 阿叔, 你呀 餓了, 吃個野果吧 阿叔, 我就這樣丟在三個方島上 好像不太好 我也知道 如果我答應了 不殺他們三個的話 我早就殺了他們 免留後患了 不過他們也救過我們 早就... 你怎麼變得這麼苦人之仁 你要做大事的 一定要心狠手辣, 知道嗎 阿叔 這是甚麼聲音 這隻木伐 被浪打倒的聲音 阿叔, 怎麼樣 甚麼鬼 你用活結來摘木伐 好話, 誰叫他們這麼壞 用活結來摘木伐 被海水衝得差不多 整隻木伐都散了 那歐陽鋒兩叔侄 豈不是要再去新大海了 都該他們的 誰叫他們這麼自私 如果他們肯跟我們一起走的話 我一定有辦法把結綁好他們 現在還是他們救游自取 歐陽鋒, 歐陽鋒 好, 無論如何都好 他們現在兩叔侄就不在了 只剩下我們三師徒 我們還在等甚麼 不知道為甚麼 我現在可以離開這個荒島 我心裡好像有點捨不得 如果你真的捨不得的話 我們有機會回來玩的 靖哥哥, 你自己說的 將來我叫你來的時候, 你不准抵賴的 對了, 我們在這裡住了這麼久 不如我們替我賭起個名字 師父, 大哥 你們叫甚麼名字好 這樣啊, 你在這裡用大石 摘到歐陽鋒死下死下 不如叫做紮黑島 也不好聽 是呀, 跟我說呢 老動物在這個島上 嘆餓我老乞兒的尿 不如叫這個島叫做炭尿島 這麼噁心 不如這樣吧 這個島日出日落的時候 都滿天彩霞的 不如就叫做名霞島, 好嗎 好… 救命啊 誰在這裡叫 救命啊 好像老毒爸爸的聲音 救命啊 靖哥哥, 一定是老毒物給你淹死之後 回來找我們尋仇 不會吧, 你怎麼這麼猛鬼呢 老毒物, 是不是你啊 是呀 真是他, 他沒有死嗎 沒有, 他是人還是鬼呢 他就走了 師父, 他不行, 不能走 要救人 師父 救命啊 救命啊, 是我們丐幫的幫規 你和我是兩代的幫主都在這裡 怎麼可以破壞幫規見死不救呢 可是老毒物就是壞人嘛 不論是好人壞人 總之他是人, 我們就要救了 師父說得對 我不管, 要我救會也行 除非講法毒勢, 我以後都不害人了 給我救他 你浪費氣了 老毒物的性格我最了解的了 他寧死不屈 如果要他發毒勢, 他就寧願死了 別說了 快點撐個冒飯到處找他 救命啊 老毒物, 過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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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師父 師父 你怎麼樣啊 師父, 你怎麼樣啊 師父, 你怎麼樣啊 老毒物, 你欣賞仇報 枉我師父不領不住我 救了你們倆叔父 你居然這麼做 我又不是有意的 我怎麼知道他沒那麼盡失 師父, 你怎麼樣啊 師父, 你怎麼樣啊 師父, 我又沒事了 不過一時為了做好心 就被這個老毒物癡到我老乞丐 原來沒有殺武功 老毒物, 拿解藥來 什麼解藥啊 我師父, 等到你的蛇毒啊 快點拿解藥來 哪兒還有解藥啊 給你海水沖走了 不信的, 你抄吧 我不管你, 總之你想到我 一定要重新配製解藥 不行啊 不過提煉這種毒門的解藥 起碼要三年, 我恐怕老乞丐他 算了, 我老乞丐都等不到三年那麼久了 師父 他在你的世上, 還有一個人可以救他 誰啊 不用說了, 我無論如何 不會去找這個人 師父, 到底是誰啊 你管你是誰啊 總之選人利己的事 我老乞丐絕對不會做的 師父, 救人而已 怎麼會選人利己呢 你別問那麼多了 總之, 我不會去找 你以後也不要當我問, 知道嗎 師父, 我口渴了 郭靖, 給我們喝點水可以嗎 不行, 他們這種人喝甚麼水 我們已經救了他們上來 不想再給他們喝一口水吧 不行啊 他們喝完水之後有氣有力 又不知道想甚麼鬼就害我們了 我沒水喝沒關係 可是我畢然受了重傷 如果他沒水喝的, 我怕... 是啊, 蓉兒, 給點水歐陽克喝吧 我免得別人說我, 克我殘廢的 謝謝 小心啊 小心啊, 你慢慢喝吧, 嚇死你了 克兒, 你說甚麼呀, 克兒 克兒 算了, 算了 好嗎 絕世 絕朝 絕丁 晴天 人興 心興 仰天 一時 望窮瘋問句 究竟 世上 甚麼最經 是